整个战国时代只有一次灭掉强秦的机会,掌握在这位军事天才手里,在战国时代的赵国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支骑兵,而骑兵的出现也使得赵国一跃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也为骑兵的超高机动性对于当时只有冷兵器的步兵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步兵根本反应不过来,也许在电视里看到骑兵好像并不怎么厉害, 但是当骑兵们一个个骑着马,像一辆飞驰的摩托朝着你冲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骑兵的威力了,也只有这种超越时代的军队,才能与已经经历过商样变法的秦国一战,那么当时的赵国国君是谁,他又是如何训练骑兵的,探寻历史中的宝藏,点击订阅纵观史书,年少有为,纵横中原,在骑兵出现之前,赵国其实并不强大,但是他的对手却十分强大, 首先是齐国,赵国曾出兵攻打齐国,跟齐国结了仇,随后又出兵攻打魏国,跟魏国结了仇,当时的赵王是赵祖侯赵宇,总是到处挑事,结果结下了这么多仇厌,赵国占据了齐国和魏国的底盘,这两个国家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十年之后,齐国与魏国联手进攻赵国,赵祖侯觉得赵国肯定不是对手, 只好用出了他最后的手段,这一招威力极大,但是用出来之后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般情况他也不愿意用,赵祖侯这招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开闸放水,赵国的领土在如今河北省与河南省交界的地方,在两千多年前,这个地方叫邯郸,而如今,这个地方依然叫邯郸,当时的黄河就在邯郸附近经过,而黄河也就是分割河南与河北的那条河,为了击退齐国与魏国的联军,赵祖侯挖开了黄河大地,导致黄河绝口,利用洪水赶走了七位联军, 这种大招短时间内只能使用一次,而秦国趁着赵国虚弱的时候,又趁机夺走了赵国的几座城,在此后六年间,各国相安无事,而在六年之后,赵祖侯去世了,在赵祖侯的葬礼上,秦,燕,七,魏,楚五国不请自来,每个国家都带来了一万精兵,这根本不是来祭奠赵祖侯的,而是来示威的,此时刚刚继承赵祖侯爵位的赵雍,还只是一个孩子, 他甚至还不能亲政,在国家如此危难之际,一个孩子当上了赵国的国君,这对赵国百姓来说,恐怕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而且赵国面临的困难不只是来自这五个国家, 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赵国北方是一些蛮夷之地,时不时就有一些游牧民族过来骚扰,就在这种钱有狼,后有虎的情况下,赵雍却硬是将赵国带成了最强的几个国家之一, 他在世的时候,不光赵国人称他为主妇,就连秦国人都对他无比敬佩,后来的人们尊称他为赵五灵王,赵雍刚即位时十分年幼,只能依靠朝中大臣把持朝政, 但是这些大臣却没有一个想篡位的,等到赵雍懂事之后,他们立刻就将皇权还给了赵雍,赵雍拿回权柄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访了一些老臣, 比如赵素侯在位时期的众臣匪役,不管这些老臣有没有功劳,赵雍都一一拜见了,而且还让仆从记住他们的地址, 每个月都会给他们送一些礼物,赵雍走一圈,将一些还有能力的大臣都召回了朝堂, 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赵国现在的处境了,通过与臣子们的分析,赵雍认为,现在最优先解决的,是与周边各国的矛盾问题, 在赵雍刚即位的时候,赵国可以说是被欺负的很惨了,各国都趁着赵国虚弱,纷纷前来攻击赵国, 你吃一块,我吃一口,几乎要将赵国给分割掉了,赵雍认为,此时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十分低下, 根本不可能在军事上战胜对手,于是赵雍开始积极干预他国的内政, 试图从内部让这些国家混乱,从而无暇顾及赵国,首先是紧挨着赵国的燕国, 赵国现在的状况是向邦子芝执政,令燕国太子毫无作用, 燕国太子很不服气,于是他联合燕国的一位将军,试图杀害紫芝, 然后夺回大权,但是他俩没想到,紫芝身受燕国民众的爱戴, 这不仅导致了他们的刺杀计划失败,还让他俩命丧当场, 愤怒的民众冲上前来,将试图刺杀紫芝的二人一顿暴揍, 燕太子平就被活活打死了,赵雍得知此事之后, 立刻找到了燕王的另一个儿子, 也就是在韩国当质子的公子芝,随后赵雍便想将公子芝送回燕国, 让他当太子,这样一来,等公子芝即位之后, 燕照两国的关系即可好着,但是赵雍的计划却被齐国给打乱了, 原来就在燕太子平发动刺杀计划之前, 他们跟齐宣王有过约定,刺杀成功之后, 齐国会帮助他们平定国内的不安定分子, 但是如今燕太子的计划已经失败, 齐国却依然闯进了燕国,杀了子芝和燕王, 并且迟迟赖在燕国不走,到处掠夺物资, 颇有一副燕国是我家的嘴脸, 为了遏制齐国,赵雍又派人到楚国与魏国, 联系他们发起而存燕, 而且赵国还主动联系齐国, 想用河东之地换取燕国之地, 河东之地原本是楚,为这两国的争夺对象, 但是齐国插上一脚, 顿时就让这两国感受到了压力, 于是三个国家很快便形成了伐齐同盟, 齐宣王被迫放弃了占领燕国领土的计划, 同时赵雍立刻将燕公子植送回了燕国, 并且帮助他接管了燕国的大权, 而公子植也就是后来的燕昭王, 千金买骨的越义, 攻占齐国七十城, 把燕国的关系搞好之后, 下一步就是秦国, 赵武陵王十九年, 秦武王举顶, 给自己砸死了, 一时间秦国大乱, 因为秦武王还没能留下子嗣, 无人来继承王位, 此时赵雍出手了, 他利用自己和燕国的关系, 将秦国留在燕国的质子营迹, 送回了秦国, 也就是后来的秦昭湘王, 不得不说, 赵雍选择人才的眼光还是十分毒辣的, 他给燕国送回了燕昭王, 而燕昭王差点就将齐国彻底消灭了, 他又给秦国送回了秦昭湘王, 让秦国更上一层楼, 秦昭湘王重用范居, 采用了远交进攻的策略, 为后面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不过赵雍也是为自己的赵国挖了一个坑, 秦昭湘王还重用了白旗, 与赵国发生了长平之战, 一下子将赵国踢出了强国之列, 但是现在的赵雍没空想后面的事, 也为他正忙着练兵呢, 他要出征中山国, 胡扶骑射, 出征中山, 在出征中山国之前, 赵雍自然要做一些准备, 于是赵雍命令自己国家的人胡扶骑射, 胡就是赵国北部那些游牧民族, 往年赵国与他们作战, 往往是十战九败, 因为游牧民族十分擅长马术, 赵国的军队无法对他们造成有效的伤害, 经过思考后, 赵雍认为, 如果想打败他们, 就必须学会游牧民族的战法, 也就是师胡长计以至胡, 但是赵雍也并不是鲁莽的人, 他也知道自己的这道命令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因此他考虑很久, 还询问了很多老臣, 仔细考虑之后, 赵雍决定还是下达这条命令, 尽管有很多人不愿意穿上胡人的衣服, 但是赵雍还是坚持推行了胡扶骑射, 并且身先士卒, 带头穿上了胡人的衣服, 赵雍设置起义, 在这里训练了大量的骑兵, 不仅出兵攻打了中山国, 还北上找游牧民族作战, 从游牧民族那里缴获了大量好马, 趁着秦国与齐国对峙, 其他各国都有事做的时候, 赵国对中山国动手了, 由于各国都有事做, 有的是自己内乱, 有的是与别国开战, 因此中山国没有援兵可用, 而其他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中, 其实少不了赵国的幕后操作, 最终赵雍将中山国国军逼得逃到了齐国, 不久后, 中山国覆灭, 中山国覆灭之后, 赵国军队士气正盛, 他们当然也没有闲着, 赵国出兵北上, 将楼梵和林湖两个游牧民族收在麾下, 如今的赵国不仅拿下了中山国的大片领土, 拔掉了这颗钉在赵国上的钉子, 还攻占了大量的北方胡帝, 如果说现在有谁能消灭秦国的话, 那一定是赵国的军队, 在赵国攻打中山国的时候, 其, 为, 韩已经在联手攻打秦国了, 但是依然是无功而返, 因为秦国的地理位置极好, 想要进攻秦国,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而秦国只要在这条路上设防, 其他人就很难攻进去, 但是如今不一样了, 赵国攻占了北方胡帝之后, 完全可以从北边再开辟一条进入秦帝的路, 再由骑兵直插秦国都城, 后来秦始皇在北部修筑长城, 防的就是这一手, 但是赵雍为什么没有真的对秦国动手呢? 不是不想, 而是已经做不到了, 不在王位, 但有王颖, 在制定完这个计划之后, 赵雍想亲自带队杀戮秦国, 但是他又担心自己死在战场上, 赵国群龙无首, 于是他提前将王位善让给了自己的嫡次子, 费长利又乃是治国大计, 果不其然, 他的嫡长仔与嫡次子为了争夺王位, 发生了内乱, 在内乱中, 赵雍被囚禁在了自己的宫殿中, 三个月后, 被活活饿死了, 虽然赵雍最后落得如此下场, 但是他的确影响了整个战国时代的格局, 甚至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未来, 也为秦始皇能有机会统一中国, 也与他有不小的关系, 虽然赵雍龙王早早退位, 甚至草草去世, 但是在那王座之上, 却依然存在着他的影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